台铁又怎么了?昨天居然又出包了 通车才刚满月的华东铁路电计划发生了电车线事故 这起事故影响到八班列车 一共有1200位旅客受到影响 其中有两班举光号以及一班普悠码号 延误超过有45分钟 符合台铁的退费赔偿办法 大约有350位旅客一年内可以全额退费 当然一再的出包 现在台铁表示要来启动总体检了 下个月要邀请日本铁道专家 为台铁来把脉 工程人员爬上区间车顶进行急电工的维修 因为动作再不快 外界的怒火一触即发 台铁下午再度出包 旅客抱怨连连 没有空调 都没有空调 电力空调断断续续的 不用马车厢居然没冷气 台铁的贴心服务还真是漏气 只能靠着柴油汽车头拖着前进 中午12点多 台铁4628自区间车 行进凤林阵时 恶然发现电车线脱落 山谷到北端的电车线 掉落大概100公尺 整个编组就没办法继续行驶 急电工人受到损坏 不排除是先前麦德姆台风影响 才会故障 让所有电气化列车无法通过 虽然台铁两个小时内抢通 但却也影响八个列字 终焉物达270分钟 约1200人遭到耽误 台铁也表示 乘客一年内都可以持票退费 我们一方面做总体检 二方面请日本专家来做一些检讨 那么把真的原因找出来 前一天才发生松山台北段 电车线掉落 200多人受困隧道 连续两天出包 看来台铁的螺丝 真的该酸井了 记者吴彩勋 华联报道